恭喜恭喜 湯兒和麥秋成1月25日 在各自社交平台曬出婚照 宣布結婚兼有喜 兩人都以寫情信給對方方式報起 Kathy表示 曾經擦身而過的我倆 能夠走在一起是緣分 現在能守在一起是福分 而秋成亦寫上 你的愛讓我感到無比幸福 兩人同時hashtag 我們3 以及愛在物源 非常甜蜜 Kathy回應傳媒查詢時 說因為大家比較低調 所以除了家人 沒有特別跟其他人分享這件事 這日分享喜訊後 會入址排期註冊 下個月會有簡單的婚禮 疫情過後 亦會補拜婚宴 Kathy都有用語音訊息分享喜悅 很感謝大家的祝福和關心 其實我和秋成都認識了很久 我們拍拖也有好一段日子 雖然疫情關係 但我們都會搞一個很簡單的婚禮 看看疫情過後 我們就再請多點朋友 無論是朋友也好 同事也好 所有 親吻職也好 也好 就會在疫情過後 搞一個大型的婚宴 多謝大家 而秋成回應時亦表示 和Kathy好像一般情侶般拍拖 沒有客義避忌 低調處理感情事 是為了保護心中所愛 二人相悅是奇妙 找到終生伴侶是欣典 孕育下一代是欣賜 Kathy和秋成雙喜臨門 雖然震驚娛樂圈 但喜訊傳出後 大批圈中人在IG留言祝賀 包括 現在就和同公司的阿Ken 拆出愛火 在2013年公開戀情 當時不少人看好 他們的愛情長跑會有好結果 但是 兩人在2018年11月宣布分手 Kathy曾經表示 因為當時處於事業搏殺期 雖然和阿Ken 用了一年時間磨合和改善關係 但最終忍痛分手 兩人分手後 依然保持朋友關係 阿Ken亦多次為Kathy護航 連前度開餅店都有為對方宣傳的 Kathy回復單身後 先後傳出 和陳家樂 以及黃苑之叔仔Gavin Soul的飛聞 但她一直未有承認新戀情 直到遇到秋成這位真命天子 而Danser出身的秋成 丹文國多位天王級歌手的排舞師 圈中人緣甚廣 2014年和蔡師妹拍拖 但只是拍了短短一年多就分手 Cicely表示 因為希望專注事業而分開 去年秋成 就和昔日跳舞學生蔣家文傳出飛聞 還找Angel擔任她自編自導自演 愛情微電影的女主角 令兩人的關係更疑惑似真 在這祝Kathy和秋成 幸福美滿 家庭和樂